有关原子结构学术哪些正确? A选项,莫斯利确立了原子序的概念 首先,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有关原子序建立的内容 原子序的建立在1913年莫斯利利用 因极射性撞击不同的金属把 产生各种不同 坡长X色线发现此坡长长短 与原子核所带阵电荷有关 然而,莫斯利以各元素发射 X色线坡长有长而短的顺序排列 而此一顺序就称之为原子序 因此对于A选项而言是正确的 而B选项,电子水息分布在原子核外 这是不对的,它并非水息 而是要按照一定规律分布在原子核外 C选项,电子直指带电量相同 但质量不同 这是正确的 而且是直指的质量是电子质量的1836倍 所以C选项正确 第一选项,在一般化学反应中 直指与电子会发生转移 这是不对的 在一般化学反应中 会改变只有电子而非直指 一选项,所有的原子都有中子 我们来看一下 对氢原子而言 氢原子原子是为1 质量数为1 然而氢原子中子数 也就是 A-Z等于1-1等于0 因此氢是没有中子的 也就是对一选项而言中 所有原子都有中子 这不对 氢例外 因此答案为 A-Z选项 是 感谢观看